就是上禮拜五 立法院开始打架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怎么又打架了 我们怎么台湾又变这样子 这是第一个 那再来就是说 对这些真正人物的失望感 又拉高了 原本想说我们这是不是新气象 或者是大家就是说 好好或变少数了 我们可能可以变好 或者是我们是关键少数 我们要做出不一样 就是大家对各个地方 都有不同的期待 结果发生了那种事情 大家在急 然后人掉下来受众伤 什么的 然后骂人喷口都有 看到以后其实大部分的人 都是失望的 那种失望的心情 失望的心情我觉得是 大于很多东西的 而且其实你看了双边的网红讲的话 你就会觉得哇每个人 都拿对自己有利的资讯 然后开始狂摸对方 你就会完全不知道到底 那个失望感 加上这些所有东西叠起来 就是每个人都是平行时空 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人的焦虑感 可能都跟这些东西 累积起来是有关系 对 因为选举的结果出来 大家都会有一个从小而来的民主素养的训练 选举结果出来 大家要尊重这个结果嘛 就让他们放手 说怎么一开始又在打 对对 理论上是这种感觉 其实也不是一开始 应该是两个多月 对 但是大家并没有意识到了 这件事情就怎么又在打 不能彼此尊重嘛 对对对 但是这个就牵涉到台湾人的劣根性 记忆力薄弱 我们投票大概都是投票前三天的记忆去影响你投票最后的决定 所以你要讲下一次选举多久 2026年11月底 所以可以打到三天前 靠北 也就是说大家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可以摆烂 为什么 这个时候做的事情 两年后 大家都忘了 所以国会改革是不是太早做了 这是黄国珊要检讨的吧 黄国珊没有这个sense 但是政治人物之所以敢恶搞 就是因为他们有充分的sense到这件事情 充分他们很清楚 此时不恶搞何时可恶搞 此时不乱战何时可乱战 你越往后面战的话一定出事啊 对大家记忆最新嘛 对啊 所以他一定提前把这个战场收拾掉 就是各种比较艰难的改革 各种可能引起争议的法案 要涨电价什么的 通通先这一段时间 甚至说如果要重新盖核电厂 大概也是这附近吧 重新再恢复核能政策什么的 不然到时候你选取钱的话 你抄了自己起家错啊 这样讲这么直接 讲得这么直接 所以就是这个讲现实一点啊 就是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人民的这种 对于政治的习性是这样 所以现在人民的失望 我们只要不让他过度失望即可 所以让他们在一个 底线可能是60分不要低于60分之类的 如果要烂的话 我要拉着大家一起烂 让大家是对政治失望 而不是对我失望 Oh my god 这一句话我觉得是今天的重点 你不觉得凯琳不觉得吗 真的耶 对啊我觉得这个 对因为对蓝跟绿 我都觉得蛮失望的 就不是针对某任何一个人 因为都觉得是整个大环境 所以真的啦 就是不要骗了 然后这个大家都是圈内人 我们都太清楚了 就是大家都有一个意思 就是现在要摆烂的赶快摆烂啊 然后赶快把它收掉 然后战场赶快打扫打扫 然后出去有这西装笔挺 就26年初开始 大家可能就会不要 26年的3 4月开始 党内初选最后的投票 所以那时候才会 那个时候就是 哇每个人都是人模人样啊 对 人见人爱 该过的法案都过了 大家都是高大上啊 开始在讲一些干话 所以 所以真的 如果你 我是不期待一般人 会实时意识到这件事情 因为只有我们做这行的 我们会算这么精准 我们会有一个死亡倒数时钟 就是到什么时候 是决于死战 在这之前 是你尽情挥洒的时间 因此也因为有这个时钟 我们才会有前面讨论嘛 他几个屁 他的时钟是不是比我们要快 是不是有压力 比如黄国上的时钟 都比别人短 所以他压力会出来 傅昆琦的也很短 为什么呢 江启臣去选台中市长 他可能会卸下副院长 傅昆琦要去当这个副院长 所以他一样也是 江启臣去选之前 江启臣是在拼他的台中市长 然后傅昆琦是拼那个立法院副院长 所以会有这个力学结构 所以就变成两个很急的男人 两个猴急的男人 不知道在冲安晓 导致了大家一起跟他一直在急 急急副急急 好 那 这个 还是 我还是拉回来 就是真的 我看人家骂你们的话 我真的有时候会笑死 其中有一个 我们在做 你又去看 你有用threads 没有 因为人家会剪贴 可不是传给我 人家如何骂百灵果 对不起 我都 这个一大乐趣 人生一大乐趣 看笨蛋 没有 看大家的意见 其中有意见就是 你应该弄清楚一件事情 再来 谈这个议题 我就很不客气的反问 我们在政治圈这么久 我们都不敢讲说 我们弄清楚 我们可以跟这些政治人物直接联络 他们自己都不清楚了 谁清楚 就像你最一开始说 法案到宣读的时候 大家才知道 这句话本身有问题啊 说上街的人都没有办法拿到最终法案 所以谁清楚 谁清楚 我觉得这很好笑 百灵果应该弄清楚 这个事情再犯了 来来来来 来坐 坐 你现在开始写 我给你五百字 来 五百字不用check的GPTT 把这个描述一次 跟我讲这是什么 你写得出来才有鬼啊 我们做政论节目的人 我们大概也是每天要讲的东西 可能直到开始讲的前一分钟 才心中大概有一个底稿 才终于弄清楚 前面这段 今天的早上的这一段 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这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才有机会弄清楚 一般政治人物更不可能 我们坐在那里的时候 有时候政治人物会跟我讲 所以发生什么事情 他都不清楚了 你那种网路上的阿狗阿猫 到底在装什么清楚啊 不可能嘛 大家碰到政治 其实都是 只能看到 虾子摸像的 一块而已 对 那所以重点是 你要求人家建立知识 去谈一个事情 不可能 技术上做不到 你当然可以瞧不起 我们名嘴 你们也只是一个嘴巴在虎烂而已啊 这个就要提到 我经常讲的一个叫做CPBL理论 CPBL 中华职棒理论 我们在台湾算是职业的 就CPBL 台湾的职业棒球嘛 看起来烂烂的啊 出去跟大联盟打 被打得稀烂了 每次国家代表会出去 输 输 很多赢少 虽败有荣 你瞧不起 很多人瞧不起他们 可是 如果找一个CPBL的球员 跟你在河滨公园传接球 丢球给你打 你打得到吗 打不到啊 打不到啊 因为人家是职业的啊 同样的 像我们虽然在电视节目上 讲的不见得很好 跟国外的主持人 跟国外的名嘴 跟国外的评论人比 人家大联盟 我们比不上 但要痛电你们这种河滨公园的 太容易了 你们懂什么 这是我的CPBL 你可以很瞧不起我 但好歹我们是在台湾的职业 是天天在投的 天天在先发的 我们知道的事情 真的比你们要多很多 难而因为我们可能 比较平易近人 那就像我们台湾的 不管像是新闻类网红 政治类网红 比较平易近人 大家觉得说 哎又怎么了不起啊 只是有那个位置而已啊 认识几个朋友 我那边胡言乱语 你也胡言乱语啊 你又有什么知识含量 真的 最后真的变成疗愈性节目 他来智商我们 心灵祭祷 是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